我最大的自豪可能是来源于家人 小时候我外婆特别看不上我 我妈生了我之后 我外婆就觉得是我害了我妈一辈子 所以其实直到我创业之后 一点点开始展触头角 包括不比那些兄弟姐妹差的时候 我外婆总算说了一句 她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很自豪 一个完全看不胜的过的人 我终于用能力征服了她 说的一小时是成品的市场 就是我给你们的市场 但是一般不会相差太多 第七十四集霸占 在抽屉里放好洗好的碗筷后 我开始整理起了自己的书桌 这几本放这儿 这上面都是我跑马拉松的完赛奖法 下面一个是创业相关的奖项 长赢的创业大赛的奖项 可能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刻 这个比赛是我和普通人一起 参加创业大赛的第一次 也是从这次到赛之后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 也没开始我的起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